Hello, 大家好, 又到8月12日早上了, 欢迎大家收看桑宝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廣告, 以及利用superfanser function 赞助支持本人, 一如既往 我们今天讲讲美国大选的情况 有间歇性的, 我都会讲这个题目 上个礼拜, 我上次讲的这个题目应该跟杰斯在新桑海神州里面讲到的 也都讲到, 我们对于哈华配, 哈里斯和华兹的配搭有什么看法 我不再重复了, 简单来说, 我不认为他是说 结婚选六四五周年, 或者说他对于六四发过声, 甚至见过黄之锋, 见过达拉喇嘛 代表等于他支持民主人权, 甚至去过CCC做了十年 香港人权民主法等等的东西 跟大堆的东西, 卑枝无甚高论 重点的地方不是这些打卡的问题 不是这些跟风的东西, 而关键的位置你怎么看中国 是不是? 2016年你的视频如何讲给Agri Post这个智库听 美中无需对立关系, 换言之是重返 奥巴马, 克林顿的这种 税政政策 不要adversarial relationship 这个跟蓬佩奥和特朗普的一贯做法是不同的 有例如他2019年说过, 呼吁扩大美中军事联系 建立稳固持久的伙伴关系, 连军事也有伙伴关系 What the hell you talking about? 这个当然不是double edge sword的问题, 根本是整个 是一个修正主义的回潮 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一点 你当时90年代最重要的 不是志工, 是生意 你是招引很多美国的学生 去到中国留学的 这个才是你真的在稳真的地方 你说过, 如果中国有好领袖 中国人是无敌的 是没有上限的 即是无敌的 那你这样的说法, 又说中国人是kind, generous, capable 我这样说, 我不会一触干打全船人 你这样去 形容这些东西, 如果你是外交辞令的, 明白 但是, 如果你真心这样觉得 如果有好领袖, 中国人是无敌的话 那你真是希望 中国有一个延君, 圣主, 明君, 延君 在世 那你和民主自由思想相去甚远 那么很多东西, 我都看到你老屈Trump 或者老屈J.D. Vance 各方面的东西 又说Trump 将美国经济推入低谷 暴力犯罪猖决 另有他另外犯了其他罪行 这些说法呢 完全是讲假话了 是不是 完全是反过来说 现在你看回在民意调查来说呢 是不是等于是这个哈华配 就是哈里斯和华兹的配搭呢 是胜过这个川范配呢 Trump 和这个范斯的配搭呢 很多人说, 你不要说川普, 说特朗普 特朗普三个字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叫法 川普的叫法就是台湾的叫法 有些人是不变这种东西 就是经常说我说川普, 川普就跟大陆看 然后再说一次 Trump 是在台湾里翻译成川普的 那么我就觉得说Trump 就很清楚了, 免得大家有误会了 香港人就觉得, 很多叫特朗普跟我讲叫 觉得, 哇, 我不是侵奋 我说不知我不是侵奋 看上次那段片都知道我不是 就是说关于这个林毓庭 哈里夫的案件 你知道我和他有意见的不同 但是 这件事无损于我对他的基本的支持 我支持一个人不等于我是他的fans 我是他的fans 你当是谭永远, 张国荣, 回燕放 我不是这样去看政治人物的 政治人物有很多污租, 邋遢, 见不光的东西 甚至有很多很多大嘴巴的东西 讲到乱七八糟的东西 甚至有很多东西未必是合乎我认为的标准的 我会这样看Trump 不要当他偶像这样看 基督宗教是禁止我们敬拜偶像 因为人都有原罪, 包括Trump 在内 但是你问我支持哪一个 当然是和我的信仰信念 希望我们的奋斗, 抗中, 反共, 保台, 援港 也都壮大自由民主阵营共同有关的东西 谁最好选择 特朗普比卡尼·哈里斯十万九千多条街 这个就是分别的 这个就是我们做个评论的很基本的一个 我的立场 大家可以不同意我这个立场 但我想大家要搞清楚一些 真相是什么很重要 民意调查是否真是反超呢 最近有很多mix的调查 尤其有一些纽约时报做的调查 就是说 在三个重要的摇摆州 譬如 Pansylvania Wisconsin 这个也是Harris和Walks这个团队 是占优 这个当然占优都是五差范围 还有你知纽约 Times做的民意调查 还有很多其他的呢 所以我就说现在很多左派媒体 可以做一个民意调查 试试出来 是不是方便他以后做票 我不知道 我不做阴谋论 我只是说 其实大家明白我说什么了 是不是 但你会知道说 他们这样搞的话 就使用大家壮大的声势 先是J.D. Vance出来竞选 就是做副总统的搭档 当时Trump和Vance的声势很高 接着突然之间拜登退 交棒给Kamber Harris 接着Kamber Harris又选择他的副手 就是这个Tim Vox 当时很多媒体阻媒 开含了马路去推 接着19号 其实就是一个星期之后 就是民主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 芝加哥举行 电组四天 也都会把它带上另一个高峰 所以我相信这两星期 大家会收到很多消息 就是说民主党的声势看障 即是Honeymoon Period 蜜月期会更加长 是 我不会否认 甚至我估计去到今个月尾 至少去到今个月尾 都会有这样一个情况 但记住 选举不是8月选的 是11月5号选的 很多情况就会来着了 9月会有辩论 10月可能 惯性会有October Surprise 所以这两方面都会影响最后的选举结果 现在去讲哪个赢哪个赢哪个赢呢 都是为时尚早 哪方面呢 我觉得比较难以去确定 另一方面呢 左媒另一种新的调子 就是说川普是散播恐惧 比如说怕Border Crisis Border Czar 或者Inflation 经济差 或者能源问题 或者美国会玩完 他就说 Harris这方面 是散播希望 恐惧 Fear 和希望 你选择谁 的快乐希望 人们会这么说 个个都是 比如看到Harris Waltz那些地方 都是说 开心 美国很好 美国很好 美国没不行 一直都很好 打这些鸡血 亢奋制 鸡症 不断整帮人 亢奋起来 我们美国好弹 很强 不需要被那些 所谓的恐惧感 所征服 整帮左派媒体 《华尔加日报》 《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BBC CNN MSNBC ABC You name it 全部开始发行马力 就说这件事 就是恐惧对抗希望 就用这个地方来包扬 左派的想法 左派呢 是带着希望这件事 来做些邪恶的事 右派 往往是叫做 警钟长鸣 去讲给大家知道一些 我们必须要自主意的问题 你看我的节目 就算是讲很多恐惧感给大家听 比如我们迟些会讲到 中国山西澳水公司 如何用一些死人的尸体 骨 来做一些 自己的一些生产物品 这些很令人害怕的事 那你说 那你这些没有希望的散播恐惧 真相很重要 Only the truth can set you free 逍遥不是自由 自由就是说 你能够选择 不做什么的权利 盧梭说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 自由就是说 不断这样 去和强权挑战 来将自己的 想要做的人权去上升 而能够符合一个 真善美的要义 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 这个不是逍遥 不是躺平 不是内卷 不是青年人养老院 所以我们基本上 我们会看到 重点的地方是 我们不可以有一种 盲目的乐观 当左派不断在那里 煽动一种盲目的乐观 在那里的话 忽视到美国 每天面对的问题 通胀的问题 能源的问题 边境的问题 等一下会讲到 中国非法入境者的问题 很多一直以来 拜登出现 虽正主要根料的问题 外交政策 完全错字的问题 这些情况 我们会觉得是忧心的 景中长明的 不可以盲目地 煽动一些希望出来 就是以为希望希望希望 忽视到现在的问题 而我们要不要改变问题 或延续拜登的路线 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我们在内政方面 先讲一讲 究竟是有什么分别 第一 就是两件事 美国的边境巡逻队 正在7月期间 在美墨边境 逮捕了1953名 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 今年累计 正在2023年10月期累计 是总共35300名 由中国来的一些非法移民 这些非法入境者 如果你和这个时间 和2023年的同期来比 基本上当时只有24125人 同期增长46% 但是在7月是surge了 就是increase了1953名的非法移民 如果你和拜登刚刚执政的 2021年的1月 特朗普当时做了20日 后面的10日就是拜登做 2021年1月20日宣誓 所以你说 就是就职 所以你看到 2021年1月 只有6名来自中国非法经济 6名 不是60 是6名 2021年1月 2024年的7月 单一个月 1953名 有些左派的人士 评论人 我不开名了 就是不断在这么说 全部是一些夸大的数字 不好意思 这些完全是 国土安全部 美国统计数字 你自己查完全是 official data 每一个月 增加接近2000个 来自中国 我还没计算 委内水拉 南美非洲 那些 没计算 没计算 乌克兰 什么都没计算 我只是说中国 那你已经1953人 你告诉我 你不重要 那你1953人 你三亿 很狠 如果按照这个 说法 台湾2300万人口 如果我们当你1953人 我随十 按人口比例随十 有一个月 有百多个中国 非法入境车 进来台湾 你觉得我们的社会 有什么看法 又或者香港 其实香港已经淋陷了 以前的香港 有这么多的非法 入境车 有什么结果 有什么情况 以前我们八九十年代 有越南船民问题 是不是非法入境 我们要找方法处理这个问题 难民问题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对于美国的好 其实他进去 很可能就是经过一大堆处理之后 就散了 他不会在外面散 他在美国继续申请庇护 之后他会居留在美国 即使现在左派执政 现在民主党政府里面的国土安全部的部长 马约卡斯都说 没有合法居留权的个人会被驱逐出境 但他实际上是什么呢 讲完之后 做了些什么呢 比如前几段七月 国土安全部曾经协调过 将一百多位的中国非法入境者驱逐出境 一个七月 由中国辰转南美过来的一千九百五十三的人 你只是驱逐了百多人 十分日都没有 即是基本上两三日入境的数字 三十日里面你驱逐了两三日 之前你累计的这些还没计 这些粉色门面 这是相当可笑的一个行为 就是做做样子 就是说做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 完全不像实际 中国来的非法移民里面 超过八成的单身成年人 很多时候获释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 就留在一个地方里面 有四大问题 有四大可能性 第一 他就是逃离政治或者经济的难民 是真心的 他顶不住需要来美国 但我认为这些人其实为数不多 如果他真的这么真心 为什么他要每个人可以给到蛇头 五万五千美金一个人 平均一个人 偷渡费用五万五千美金才进来呢 那你难道你任何自己没钱 你说要迫害 你可以拿到五万五千美金出来 你怎么没钱 怎么可以说在中国躺平不了 OK 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 五万五千美金是多少钱 四十万港币左右 不少了 在中国的生活指数来说 穷乡平人来说 不少了 Why Why America 你可以去其他地方 去俄罗斯 你的兄弟 可以去其他 比如辽国 去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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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泰国 为什么要来美国呢 你不是经济政治大民 So why America 你住在南美 你不是入境南美 玻璃圍 为什么你不是在那个地方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间谍渗透 这个就是共产党有组织 有些所谓 盗洩一些礼品卡 偽造一些 宾夕凡尼亚州的 驾驶执照 在加州行的 五个中国的人 已经被拘捕 这些是国安的大问题 它可以 够胆这样做 为什么不可以偽造选票呢 No photo ID 不需要 美国有些州 根本不需要 显示你那个photo ID 也都不显示 你国民的证明 也都不是 same day voting 可以mail ballot 可以延迟了的 照算的 死人的 照是可以 僵尸户可以照投 跨州人可以照投票的 这些情况 完全是 不是一个公平的选举的情况 你想想 第三世界国 国家的这种程度 这个不严重 这个会影响大选 而这班人进来 一个月就2000个 他只要集中 在某个选区里 每个月 把一些人进来 然后他再 杀斗成兵这样做 就可以做到很大的效果 第四样东西 就是犯罪活动 刚刚说过 就是说他 就算不是渗透 就算是真心 是这个政治经济难民 他在地方找不到东西做 偷骗拐骗 兼而有之 抢东西 什么东西都会有 所以犯罪活动 也就是一个大问题 刚刚说的就是犯罪活动 偽造 偷窃 这些是小事 比如去到 Proposition 47 你去加州那些 加州都当是shoplifting 但如果是shoplifting 这些情况 极可能在practice方面 不起数 未够950元不起数 说不得了 所以这些问题 依然缠绕了很多的州份 尤其是加州 这个大问题的话 我想请问你 现在的情况 有没有解决的方案呢 所以说carlman harris 如果他做water sire 继续做这些东西的话 分分钟不得要领 第二件事 建保问题 有多离谱的就是 奥巴马care 就是奥巴马医保 一直去到 拜登 harris 这个regime 这四年 基本上开始放水 因为今年五月 通过了 一个平价医疗法案 Affordable care act 他基本上就是 复活奥巴马care 希望在今年十一月生效 但是共和党执政的十五个州 包括他们的检察总长 或者州长 联手 对于拜登政府 在8月10日提起诉讼 希望阻止 他们利用这个 平价医疗法案 给非法移民 去加入 甚至没有一些技术性的调整 给这些人 可以加入到这件事 有个DACA 就是所谓的童年 就是 儿童 延期居留的情况 比如美国 批评了一些香港的难民 香港的一些 议人士去到那个地方 可以延期居留 不会驱逐出境 就是对于 儿童 难民 延期 驱逐的地方 对于这一帮人 非法保护的所谓的Dreamers 就是这一帮的梦想生 其实是非法入境者 左派最喜欢创造一套新的名词出来 来包装起一些很噁心的东西 就是这帮非法移民来的 然后说他们Dreamers 他们梦想生 于是乎这帮人 可以例外地 可以在非国民的情况之下 逐渐加入这个 平价医疗的法案 他创造很多的 avenues 让他们进去的 就是说 你拿到这个批文 就视为在这个法案底下 等同于国民的原则 就是科娜耶 这个根本上是 自我创造的技术性调整 你想想从常识角度 一个非法入境者 怎么可以拿到这里的 医疗的健保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一点 他希望扩大这个奥巴马care 跟着11月希望上生效 赶紧在总统就之前 造成既定事实 那么一共和党执政的15个州 开始提起诉讼 就说这个违反联邦法律 禁止非国民 可以去拿得 这些所谓的平价医疗 那么这件事就是一个 很荒谬的东西 即是你说 拜登经常批评 特朗普是无视法律 不讲法治 我想请问你刚刚讲的两件事 一个边境问题 一个健保问题 你会怎么看 是吗 我们试试讲清楚 内政有这个问题 那你说外交呢 更加多问题 特朗普呢 首先讲一讲 就是 Selene Deo 即加拿大的出名歌手 今次好像在巴黎奥运 开幕的时候 都有他表演 那他那首 应该可以赔偿 应该要的嘛 不可以乱播 别人这个歌的嘛 譬如这个 这个是 大家看到 譬如你要播放 Donna Lynn的 American Pride 他没有播放 很长的那首歌 那这首歌还好 是很适合右派歌 因为他讲 American Pride 是讲的对于左派 狂乔那种 预见 还有对于 上帝已死那种 担忧 就是这一件事 是整首歌 Country Song 很重要的一点 是美国精神的一种显现 里面又讲到 约翰年龙 又讲到马克思 你听下去 就是不要经常听 张国荣唱的短版 你看看 Donna Lynn的长版 逐句逐段分析 你会发现 很清楚的故事 讲什么人 你慢慢去看 所以我们看到 American Pride 是一个歌词很难明白 但不明白的时候 你会很震撼的一首歌 另一首歌就是 God Bless the USA 我们经常讲 Lee Greenwood 这首歌就是 在Trump的 常常就响这首歌 因为Lee Greenwood 很喜欢这首歌 给Trump 所以这个有版权的授权 Celine Dion 所谓的 Ti-Darley好这首歌 我心常在 当然 不是 可能是 未经授权的 这个极有可能 这个地方 Trump的团队 做这样的过失 也都需要 去消除影响 不可以继续做下去 不是好像有些人 那样 可以继续这样 横行无忌 你不要说我从来不是Trump 粉 Trump的团队 做错的事 我都会觉得 喂 你是不是要解释清楚呢 如果你不解释清楚的话 是不是要 道歉 赔偿 消除影响 这个是基本的原则 是不是 同样一百尺 我对某一些 某一位评论人 是这样去评论 我对Trump也同样评论 不会因为我对他的政綱 他的政见 有基本的支持 而这个我觉得 可以放之任之缘 OK 所以事实要调查清楚 我收到这个讯息 大家就希望大家明白 好了 外交 外交知道 Trump就说 当选后就职前 会着手 促成俄乌和平协议 就是跟他先前讲 二十四小时内结束战争 有所不同 这个当然 我说Trump是大嘴巴 二十四小时就说 I will swiftly 意思是这么说 难道23分59秒就可以 24分59分就可以 24分01分钟就不行吗 当然不是这样 而他重点的地方 很快做这件事 他说当选后就职前 即11月5号 和1月20号之间 如果他当选的话 他会着手促成 俄乌和平协议 希望 尽快结束这个战争 结束死亡 结束破坏 如果是被Harris去做 不得了了 之前他今年撥款610亿美金 美国在大花筒前坑 就跳进这个地方 ditch the money 接着之后继续战争 造成死亡 甚至没有 引起全球大战 当然他批评这个 军工复合体 这些军火商 就像1961年 艾森豪威尔总统说过的 军工复合体 可能就会赢得 这个非常重要的胜利 因为他们难过赚大钱 那这个方法 我觉得就是 这场战争应该结束的 就是我觉得 譬如月战这些地方 不可以持久地打下去 这个就是自由派的干预主义 而我觉得美国 应该好像保守派 既不做干预主义 也都不做孤立主义 是觉得 为美国利益的时候 就要打 没有为美国核心利益的时候 不要管 非洲有些国家 你管来做什么 中东某些国家 除非你和美国核心利益有关 尤其是以色列 否则的话 根本不需要管 台湾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是必定管的 不会因为说 你台湾不交保费 我不会支持你 美国是不会这样 但意思就是说 以量逼质 用你的地方 叫个高价 我不说你不交保费 不帮你 你哪里会付钱 同样到你对日本 对韩国 对欧洲各国 北约国家都是这么说 难道他真的不保护他 当然不会 比如欧洲 美国有重大利 北约美国有重大利 台湾 日本韩国 是有重大利 一定帮 但美国不会说 我帮硬你的 你给不给钱呢 你最好不给不行 你说帮硬你的 又要你给钱的 那我为什么要给钱呢 这个就是很多人 做freeriders的原因 所以特朗普就说 你给钱我帮 不给钱我就不帮 这么说而已 你就当他成为不帮台湾 我想这个事是完全 因果导致 很多在台湾的左派的中文评论 甚至说特朗普是重利轻易 非常荒谬 你捉住特朗普的一句话 就是美国和台湾距离 9500英里 中国和台湾距离 只是68英里 所以不同的 又说John Bolton 那个叛徒 以前说过 你看一张桌子 白宫的这张桌子就是中国 我就好像原始 台湾就好像原始不知什么样 今天说台湾微不足道 今天叫侮辱台湾 看低台湾 我想这些人是叫做 完全不懂得怎么样 看人家 真实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你看譬如说 Johnson 就是这个 众议院议上都说过了 保守派不干预 也都不采取孤立的态度 是要出手的时候就出手 是为美国你出手 而不是因为 一个人权的道理 所以我一定要帮你 你是对 他是错 我帮你托 不是这样的处理问题 那我想这件事 是对美国的理解最有利的 那你看看President Jackson 第七任美国总统 他的政治的意见 大家有兴趣自己可以找 这个就是Trumpism 这个就是川普主义 最基本核心的意义 那你看回在整体来说 那 同时你会知道 Trump是不是挺台湾 很多证据 2016年 2017年 当选之后 有这个川塞通话 和蔡英文的通话 跟着你看到他是 2018年 批准了台湾国舰 就是潜艦潜艇 国造 就是台湾 做的这种计划 是给台湾自己做 这个潜水艇 和战艦 另外就是 2021年 在蓬佩奥和Trump的支持之下 或者废除了美台交往的限制 那这些都是基本的 后来就是 被拜登完全复辟了以前的东西 就是拜登做的是董建华的东西 蓬佩奥做的是彭定康的东西 在卸任之前 当面跟我习近平说什么 如果你敢invade台湾 I will bomb you to hell 基本上我会炸北京 和将你习近平粉身碎骨 粉碎习近平 不是我吹出来的 是Trump基本上是这样对他说的 2021年的时候说的 人政Michael McCaul 已经说得很清楚 而且不知当年说 最近也说一次 如果你invade北京 我一定会得帮秘 如果你中国invade台湾 我一定会bomb beijing bomb beijing bomb beijing 你觉得这些乱说话而已 那你只是选择性又失重 它要造成一个deterrence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重点不是外交 是阻吓 我再说一次 美国应该对中国的政策 就是说 拍台阻吓 而不是外交握头握脚 石探线握下手 这些外交已经不必要 是板起面左下 这个才是美国应该要对中国做的事 是避免战争的出现 这个对美国有利 也对台湾有利 是吧 那你增强制裁 增强围堵 好取消最惠国待遇 跟着你都加他关税 这些就是板起口面 左下而不是外交 外交意思就是说 有善的目伦政策 no 中国不是一个可以目伦的人 那你看拜登 武汉肺炎索完调查 没有影 贸易协议第一阶段的承诺 中国违约 没有责任 不需要他承担 第三 撤销对华为太子女孟晚舟的诈欺 就是诈骗的指控 没有了 第四 你阿富汗仓皇撤军 留下一大堆的精臂的武器 在那个地方 一堆的美国的军人 也都因为这样 而被炸到 被塔利班炸到乱七八糟 先撤军人 再撤军备 再撤平民 而不是先撤平民 再撤军备 后撤军人 这个是完全荒谬的做法 正因为2021年 夏天这个大的失误 触发到22年 拜普京和习近平 2月 谈了 俄罗斯打乌克兰 之后呢 中国打台湾 怎知俄罗斯打乌克兰 牛困人基日以高斯兰门爱泥中协 困在乌克兰的泥罩 到今天都是 那结果就是习近平 暂缓了对台湾的计划 再加上他军备不良 火箭军 战略支援部队出现很多问题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就说 拜登的这种败迹 正正示弱于人 跟着呢 他整个战略就是什么呢 半天调的医院波 又对于波克兰不是真的全面支援 导致俄乌战争长期化 跟着将俄罗斯视为头号敌人 中国视为次要敌人 说到这些左膠就好像骂我 不是哦 他说过中国是重要的敌人 我不是看他说的 我看他做的 今天你普京 会不会给拜登去见面 拜登会不会见习近平 握手 聊天 看手机 但是你会不会这样对普京 你不会嘛 制裁方面 你对俄罗斯制裁多少 你对中国制裁多少 好了 对于这个军事援助去打俄罗斯方面 打就是被北约 帮拖这个乌克兰 由乌克兰去打俄罗斯 就是这笔钱 军备情报 军人方面 你摆得多 还是摆得在打中国 你打中国是零 没有打嘛 那你打俄罗斯的一大堆 不过你当然 是乌克兰去自己打 但是你帮拖乌克兰 大家都知道很清楚 情报 能源 军备 钱 这些全部都是他帮的嘛 但是全部是低階的武器 你会看到这个 美国对于整个俄乌战争 是痴迷的 而对于南海 东海 香港 西藏 新疆 等等的问题 基本上都是遼备一格的法例 和制裁 而这些东西 操不住仰处 整件事都是 联中制我 OK 或者说 对于中国 视为次要的人看待 这个就是民主党的政策 和共和党的政策 极度不一样的地方 共和党的目的 就是要对中国 视为头号的人 就是JDFANS说的 蓬佩奥说的 特朗普说的一个重点 OK 你抽着特朗普说的 就是说 CGNP is my good friend 这样 这些东西是 串你的意思 就是我都经常说 习猪头千万不要死 那你说 我桑普去支持 习猪头千周万代 就是你用这些 这样的东西来捉我 你都没有办法 你的阅读理解能力 或者聆听理解能力 是否有问题呢 就是我想这件事是 基本的原则 大家要 read the other's mind 要搞清楚 人家想做什么 那么 拜登关注中国吗 还是关注俄罗斯呢 似乎他关注俄罗斯 比较多 那么 我认为呢 美国要着重阻害 多于外交的一些 软弱的东西 才可以避免战争 这才是重要的 同时 那时候大家看到呢 特朗普的一个发言人 叫Steven Zhang 即是姓张 可能是广东人 大约没有广东人 是美国人 一个重要发言人 特朗普的团队 他说部分内部的通讯 是被黑客入侵 包括关于J.D.Vance的档案 这件事是发生在伊朗密贸暗杀特朗普的报道之前 那是不是伊朗密贸暗杀特朗普 导致到不留的事件不得而知 但是曾经有情报在不留的暗杀案开始之前呢 就曾经有伊朗的 有情报说伊朗是密贸暗杀特朗普的 那这个密贸暗杀特朗普的计划 再加上J.D.Vance的档案 关于他的档案被盗窃这件事呢 他说肯定是敌人呢 有敌意的外国势力呢 去窃取有关的一些资料 意图干预美国大选 散播一些不实的讯息去破坏民主进程 民主选举 阴谋非常明显 那这件事都有根据的 比如微远 Microsoft在8月9日发出一个声明 就说呢 根据新的报告指出 伊朗的黑客 在今年的6月呢 入侵过呢 特朗普的团队的高阶官员的账户 那是 为什麽呢 因为伊朗很清楚 特朗普如果真是当选 真是会对于伊朗不离 因为近这四年 伊朗有喘息空间 因为弱雞的拜登 对于伊朗呢 可以喘息 然后 澳大利亚呢 很不开心 那这个地方 大家知道是一个很大的分歧 那 伊朗 会希望呢 拜登继续联任 OK 俄罗斯呢 可能他在心目中 可能会想 特朗普能够 就是 能够成为总统 中国呢 当然希望 拜登成为总统 即是拜 不是拜登 即是民主党 即是Kamber Harris 继续执政 这个就是他们的分别所在 是吧 即是今时今日 我最尝重的 不是俄罗斯 或者伊朗的态度 是最尝中国的态度 凡是中共最希望 那个人当政的呢 我们就要避免 那中共很懂得玩的 他就说 两个当政 都一样抗中的了 这个就是表面的lib service 实际上 他后面的东西就是说 我们要极力避免 给特朗普能够再当政 要让Kamber Harris能够当选 看下去 很多cognitive warfare 会不断在未来 一两个月呢 你会看到有点眉目 是吧 就知道他怎么样 想去征服美国的计划 你不要相信共产党 讲的那一套 看东西要看得有深度些 不要只要take别人的 worst likely 要注意别人的言论 和他的行为 他的态度 他做事 讲完之后 就deliver他要做的事 这点才是重要的 如果一个人 讲完的事 不是做的 这个人 就不值得信任了 我想这件事 我们必须要去 了解的一个重点 ok 这件事呢 就是我们先讲到这里 今天都讲了很多东西 下一节再讲其他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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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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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感谢观看